保麗哥现场总统赖金德亲自来到金门 主持古宁头战役75周年的追悼迪礼 这也是520之后他第二度前往金门 发表台湾内容预计再度引发两岸的关注 目前最新连线记者张元春 元春 我们带来关心今天是10月25号公复节 也是古宁头战役胜利的75周年 总赖金德是在520上任后第二次来到金门 亲自主持了这个追悼仪式 也与这个参战老兵互动一一表达慰问 带来看稍早画面 这其实也是中国对台发动环台军演后 赖金德第一次来到了前线金门来主持 古宁头战役的追悼仪式 由于古宁头战役也在这个国庆演说被提起 因此赖金德这一次来会不会再发表一些关键的演说 也是备受关注的 而赖金德在制议完之后 也会特别前去参访这个金门医院 视察在地医疗的成果 最后呢则会和这个参战的官兵 以及遗族来进行午宴 以上是为您讲 为了对情形先进头线交换棚内 谢谢 谢谢